唐朝时,有个叫赵谷的诗人很有文采。 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常见,很欣赏赵谷的才能。 好,好啊,赵谷的诗写得太棒了。 有一次,常见听说赵谷要到苏州的灵岩寺游览, 于是他先赶到了灵岩寺,在一面墙上提写了两句诗。 嗯,这诗写得不错,可惜缺了两句,我来补上吧。 这后两句,要比前两句写得好多了。 后来,人们把常见的这种做法叫做抛砖引玉。 这则成语比喻用粗浅的,不成熟的意见, 引出别人高明的,成熟的高见。 今天在课堂上,我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 为的是抛砖引玉,引导其他同学积极讨论这个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